執政期間 強行實施了多項侵犯人權政策的秘魯前總統 滕森千也入獄到現在十六年 新南法院在六號以人道理由 恢復了二零一七年的特赦令 讓他返家休養 不過這項裁決是引發了受難者家屬不滿 美洲人權法院也敦促秘魯當局要重新評估 現年八十五歲的秘魯前總統 滕森千也 六號以健康因素為由 結束十六年牢獄生活 在子女陪伴下乘車返家 沿途能見到不少支持者為他歡呼慶祝 這位第二代日本裔秘魯移民 於一九九零年起擔任秘魯總統 長達十年 除了自身國籍爭議不斷 也因執政期間侵犯人權 遭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儘管如此 致敬仍有許多民眾認為 滕森拯救了秘魯經濟 幫助國家擺脫恐怖主義 滕森在任期間曾逼迫將近二十七萬 秘魯貧困婦女執行絕育手術 其中大多數人是不會說西班牙語的原住民 此外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二年期間 政府對抗共產主義組織光明之路時 他下令屠殺二十五人 二零七年 時任總統庫辛斯基宣布特赦騰森 遭受難者家屬抗議 法院多次撤銷特赦令 直到十二月初才又宣布恢復 事實上秘魯憲法法院先前已多次下令釋放 騰森 但下級法院都拒絕遵從 而美洲人權法院也在六號稍早 再次敦促秘魯政府不要立刻釋放騰森 要求當局再花點時間評估該國法院的裁決 公司新聞兩人編譯